这么不要脸的男主你见过吗 看见一个帅哥长得清秀 他直接近身和人家勾肩搭背 甚至还嘟起嘴巴调戏人家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人家可是个正儿八经的黑丝玉姐 魏姐那一个小动作 已经闯进玉姐的心里了 然后男主就想着要熟悉一下校园 便找了一个同学带路 黑丝玉姐想要带他去 但是被男主给拒绝了 因为男主要与路俊占照顾每一个后宫 可是玉姐吃醋生气了 直接当着男主的面 打了那个红毛同学 就是这个时候啊 玉姐和男主就结下了两子 画面来到这边 白毛罗莉一个瞬移 直接给女帝来了个一秒三刀 这就是白毛的密集 云要顺光 但是就是下一秒 她的腰子也被赶了 手里的刀也是断掉了 因为这把刀没啥强度 只能算是一个玩具 而且那天夜晚 白毛罗莉坐在泳池边上等着男主 坐了一晚上都没等到 所以感冒发烧了 没有什么状态干架 就在女帝再次攻过来的时候 男主一把吹开白毛罗莉 战斗的场面非常刺激 也不知道为什么男主 要在那大吼大叫 然后女帝就像受了什么 刺激丧失的理智 也在那大吼大叫 吼叫声那是摘耳欲拢啊 你看他飘逸的头发 就知道他叫的有多大声了 全校的人听到这声音 都十分的震惊啊 这是要当那校长的面具 中斗哦 男主也是一拳揍过去 下一秒 他就躺在了地上 不过还好有血真杂质不体 刚才的攻击并没有造成什么卵药 然后白毛罗莉就很普惜你了 你刚才为什么要救我 是不是你想征服我 对罗莉这样可是三年起步最高死刑啊 可是男主明显没有那个意思 但是白毛罗莉傲娇的很呢 我这可不是道贴 你这样的态度我还不累了呢 但是如果你坚持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了 接下来就让你们知道 一下什么是钢铁直男 这边后宫小剧场结束 男主也是想起来现在正在干架 紧接着男主举起了拿剑的姿势 后宫就在解释 那是什么什么秘籍 威力是怎么这么威猛 女帝则是嘴炮了一大堆废话 但是仅仅就一句话 被白毛罗莉记在了心里 这句话则是 女帝要男主像野兽一样扑过来 你这个罗莉似乎有点不纯洁 怎么就单单记着这句话了 男主也是没有犹豫的冲了过去 女帝则是使出男人专属绝招 双手运球 男主手臂被划伤 然后肚子上的衣服被划破了 当男主准备再次进攻的时候 被女帝的肘子给干飞了 女帝抓着她的头发 一掌丝了过去 男主惊蝉脱鞘 那是男主的衣服 女帝也是直接把衣服一丢 又把男主给遮住了 然后抬起黑丝大肠腿 一脚踹了过去 这个打到多多少少有点水分 好了 还想继续看 那还不去看下一集